现在我是来到了墨西沙大型公司开采现场啊 现在我就去矿口里看看能不能收到什么好东西 走吧 昨天晚上由于矿区那边情况特殊 开采过程不让拍摄啊 所以收获过程自然就没办法录下来 守了一晚上也没什么意外惊喜 但好在也搞到了几个 我觉得沙利品项方面比较不错的野木熙 多数情况下野木熙在帕港这边的玩法是 收到以后先用铁刷把它的这些蜡壳给刷开啊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威脱沙 或者是它的沙利皮壳品项裂方面啊 好不好 如果是好的那就会拿出去单独打架 去市场里卖啊 如果是一些沙利不行的啊 或者是沙利可以 但是没种的那一类呢 就会归类为公斤料啊 卖到国内去 一百亿公斤的那种由来 就是由这种野木熙筛选出来以后啊 演变而成的 由于是墨西沙长口的野木熙啊 它的这个蜡壳以及皮壳是比较硬的 我是没有那个闲工夫去刷它 那我就直接把它全部给直接切开 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收获 那么呢 这五颗野木熙呢 总共呢 是花了我五万免币 那今天就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本给保回来吧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切 直接全部对半干开啊 这个已经切完了 这个已经切完了 在里面刚切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扔掉了两块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块切的怎么样 这是其中一块 肉有点粗 里面是飘了兰花的 没啥用得扔啊 这一块肉还挺细啊 因为它刚切出来以后 有一层金属附着在表面 所以看着可能会比较稠一点 肉细无裂有点水头 五万免币的话 差不多这一块能保回来一半吧 它是裂成了三片吧 另一半在这里 对 这一块能保回来一大半吧 到时候扔给中间一块就是 这个太粗了 也没种啊 虽然是一个黄匪 但是没啥用 也得扔 野木熙就这样啊 你即便切几千颗几万颗 最后都有可能什么都没剩 但它也有极小的概率 让你一刀直接切到一个冰种 或者是一个色料 袋子化开 出界面 这种几率它是有的 只不过这个几率微乎其微 关于一些人 切野木熙一刀下去 直接报复 从此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 在矿区这边呢 相传着很多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但是我的建议呢 切野木熙建议是 小切移情啊 大切还是不要搞了吧 还是稳稳当当的 收一点肉眼空间的品质 这样也会比较保质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